欢迎大家和华沙玛神父语言学院 Institutian Recovi Imiñao y Salomana Marca SVD Varsavi 一起学习波兰语 今天我们来看形容词的阴阳中性 形容词有阴阳中性三个分身 我们根据它阻隔单数的词尾来区分 形容词阴性形式的词尾是A 阳性形式是Iglek KG结尾就是KG A形容词的中性形式以A结尾 形容词的圆形是它阻隔单数的阳性形式 既然一个形容词它有阴性阳性中性三种形式 那么我们在句子里面用哪一个呢 形容词和它所修饰的名词在阴阳中性上保持一致 如果名词是阳性的 那么我们形容词就用阳性形式 如果名词是阴性的 我们形容词用阴性形式 如果名词是中性的 形容词就用中性形式 举个例子 Institute Yangtikovic Institute 阳性名词 所以呢 它的形容词用Yangtikovic Iglek 结尾的 如果我们叫Sikovic 语言学校 Sikovic A结尾 音信的 那么就应该是Sikovic Yangtikovic 如果我们叫语言中心 Centrum 中心 Um 结尾 它是中性名词 就应该是CentrumYangtikovic A结尾的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名词阴阳中性 辨析留下的细题 复习一下 第一个 名字 A结尾 中性 第二个 Oichet 自然属性 是典型的 男性 所以是阳性 第三个 Tata 虽然是A结尾 看着像阴性 但是它的词意 是典型的 男性名词 所以呢 它也是阳性 这一个需要注意一下 第四个 Roman Malik 人名 马里凯 是我们学校的主宝 也是我们学校名字中间的 Imenia Oichet Numana Marca SVD 是男性 马神父 所以是阳性名词 最后一个 Marshava Marsha A结尾 音信 但是我们看上面 我们学校的名字 Institute and Recover Imenia Oichet Numana Marca SVD 它的词尾有些不太一样 这个呢 是因为 它有变革 以后我们再看 今天我们形容词 阴阳中性 同样留一个练习 请大家选择 阴阳中性适合的形容词 和名词搭配起来 比如例子 Institute and Recover 后面的Cava Chastor Hopak Tata 应该选 什么形式的形容词呢 阴性 中性 还是阳性 感谢大家和 华沙马神父语言学院 Institute and Recover Imenia Oichet Numana Marca SVD VL Savi 一起学习波兰语 欢迎关注 点赞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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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